开车上路什么时候开车头大灯 台南有民众投诉接到了罚单 理由是下雨天没开头灯 当时没有下雨 我也觉得灯关没有昏暗 所以没有开大灯 受处的罚单民众无奈说 没有开大灯法一千二 他自述当天并没有下雨 事情OK被罚得很冤枉 当天因为雨天未开启头灯 遭检局举发的案件总共有27件 警方表示检局的影像中地面湿滑 加上路过的骑士都穿了雨衣 确认了当时是下雨天 而被检局的小货车 和后面的车辆比较起来 后方明显开了灯 而同个路段没有开灯的27台车 通通被开单 没有开大灯 下雨天没有开大灯 这样的太阳的违规 就一月份到十月份 就有九万两千多件 所以很吓人 单日同个路口27张 雨天未开大灯罚单 让民众很诧异 不过另外一起争议 其实因为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 五分钟被开了九张罚单 原来这一名骑士 当时骑车准备回家 五分钟的路程速度变换车道 因为路段不同 不在六分钟 仅能举发一次的限制 罚单九张罚金破万元 减击一次就好了 我们要减击到这边 认为财阀是一个手段 不是目的 不违规就不会有罚单 市议员表示 财阀的目标是要提醒遵守交通规则 该如何达到 对多加沟通宣导 避免民怨 三连新闻网上有追荣 台南